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心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你要懂楞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懂楞言一千日的第27日 这段经文在描述 阿难他听到佛陀 对于他前面的这个描述 他感觉非常的恐慌 非常的进步 他的反应为什么是进步呢 而且呢他说啊 不只是我进步 大众也都觉得很疑惑 那我们来看前面的问题 佛陀他问阿难 什么是你的心 阿难他回答 我用心推 穷 寻足 即能推的这一个功能 是我的心 这个心的作用就是我思 我能够思考 我能够推 能够穷 能够研究 能够追寻 能够设定目标 不断的朝目标前进 这一切的动作呢 都是我的心对于心的定义 既然佛陀就说 错了 这个不是我的心 那对阿难 阿难对这件事情 非常的惊讶 而且呢 他很怀疑 怀疑什么 他问了 说如果这不是我的心 请问他是什么 我们在昨天呢 佛陀就讲 这个是虔诚 虚妄想想 是虚妄心 是妄想心 那阿难呢 他就觉得 哇 那我们以前 从过去到现在的 所有的经历啊 回想起来 全部都是妄想心 所以今天呢 他就特别的来 细数他的过往 他说 世尊 我佛宠地 心爱佛顾 令我出家 我要出家 也是因为 我看到了佛陀的向好 我好喜欢 心里面产生欢喜之心 所以 让我奋不顾身的 舍弃的身重恩爱 而义无罔顾的来出家了 第二个 我心合独 共样如来 我在这一个修行的过程 就是见到所有的佛 我都起一个欢喜之心 恭敬之心 以无上的身口意 来供养如来 再来呢 乃至于不是只有这一世如此 我对于所有的横杀国土 一切的佛及善之事 我都是如此的恭敬 所有的恭敬 不管做什么 我都欢欢喜喜的 乃至于 现在来修行 精进用功 从早到晚 发勇梦之心 行诸一切 难行法事 这个以上呢 全部都是修善法 修精进行 这阿难呢 他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精进 非常恭敬 而且整个人的修行的过程 几乎没有缺点 那他所有的用心呢 他说都是因为我的这个心 推穷寻足的这个心 我当初来出家 就是因为我认为出家修行 可以让我成就像佛一样的庄严 出家之后 不断的精进用功 也是因为我的推穷寻足 而得到的一个结论 他说我都是用这个心啊 那现在呢 竟然告诉我 不是我的心 再来呢 乃至于甚至于 我起了烦恼 棒法 而退善根 也是因为啊 我的心 推穷寻足的结果 让我起了烦恼心 我就毁棒佛法 或者是我不要修行的 起烦恼了 再轮回了 也是因为这个心啊 那现在呢 我的以上呢 想想看啊 不管是我往前走 还是我往后退 往上去天堂 还是往下去地狱 都是这个心呢 的作用 那现在呢 佛陀他突然告诉我说 啊 这不是我的心 那这个不是我的心 这还得了 我就变成 没有心了嘛 是 佛陀说 这个不是我的心 那是不是就等于无心 那既然无心 那我就像石头一样 像木头一样 那我没有知觉 我就变成木头人了 那这怎么办 我什么都没有了啊 难道成佛 就是要变成木头吗 就是要变成泥土吗 变成石头 没有知觉 有些人呢 他觉得 人生好苦啊 所以呢 他要放空 他要把自己呢 变成石头 变成木头 我们还听过 很多的童话故事啊 他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在是 经历了非常多的痛苦 最后呢 为了逃离这个痛苦 他就把自己 变成一个石头女 那这个石头 是不是 就是佛呢 那如果这样子 我们现在 所拜的这个佛啊 他不过就是一个偶像 那怎么会成 一个石头的佛呢 没有感觉 那这个就是 我的心吗 所以呢 我现在 很活络的 感觉到很明显的 就是我很欢喜也好 我很痛苦也好 就是因为我有心啊 现在呢 佛陀告诉我 离此觉知 这个不是我的心 那我没有这个觉知 没有这个感觉的之后 我什么都没有 我剩下什么呢 所以呢 他说 为什么佛陀会说 这个不是我的心 我实在是 非常非常的惊慌 而且感觉到 非常的恐怖 不只是自己觉得 惊慌恐怖啊 连大众啊 我相信 一样 也是有很深的疑惑 有很多人啊 学佛了之后 他说 啊师父 你告诉我 不打妄想 可是我没有办法 不打妄想啊 我不打妄想 是不是就是 就不要想 那不要想 那我怎么规划 我的明天 我怎么规划 我的事业 我怎么规划 怎么计划 我的所有的 这一切的 行住坐卧的 所有的事情呢 我怎么面对 这些人事物呢 如果分别攀缘 甚至于行菩萨道 都是要用这个心的话 现在叫我们不要用 那是不是 我们都变成木头 变成没有感觉 没有办法起作用 那难道 这个就是修行吗 那你说 我现在在想的这个 都是攀缘 那我不要想 那怎么办 那是不是 这个到底要怎么修 第二个呢 我今天在禅修 有禅修过的人 就会知道 我要禅修啊 光是要除掉 妄想这件事情 就不可能啊 那要么就是睡着了 你就不知道 你有打妄想啊 要么就是发呆 可是如果禅修 到最后呢 是发呆 那这样子 我回到世间啊 我怎么办 是不是 有很多人呢 这禅修完 他就觉得 哇 我很清静啊 我都没有杂念 没有妄念啊 结果呢 他就变成没办法反应 反应甚至于慢好几拍 那难道这样 就是修得很好吗 或者是喜怒不动于心 一个人已经很痛苦了 你还是没有感觉 一个人 他多么的对你好 你也没感觉 难道没有感觉 就是一种修行吗 所以安娜呢 他就非常的怀疑 其实呢 师父刚刚出家的时候 也一直以为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很大的烦恼就是 我怎么打坐 怎么努力 我都没有办法让自己不想 我觉得东想西想 乃至于睡觉呢 还会做梦 那这个难道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都是妄想 那现在我如果不要打妄想 那变成没有办法思考 那请问这样子要怎么修 把自己放空 然后一路空空空空空 空到成佛 这样就会成佛了吗 所以我们呢 也会跟阿难有一样的疑问啊 还好阿难现在帮我们提出来 他实在是太害怕了 而且太惊讶了 因为他从过去到现在 所认为的这个 很活泼的这个心啊 既然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 到底问题是什么 所以他非常的恐慌的来问佛陀 请佛陀能够慈悲的为他开始 所以这一段呢 其实非常的重要 因为接下来啊 佛陀他要能够让阿难 彻彻底底的认清楚 自己这个虚妄想象的一个虚妄性 那必须呢 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反馈 因为我们常常呢 以为啊 这修行修到最后呢 就是不要想 很容易会走入无想的这个境界 那无想呢 在佛法里面啊 叫做无想外道 他其实呢 以为自己已经正到涅槃了 结果呢 就只是在禅定天里面的一个无想天 可是他却以为呢 这就是涅槃 就是修到了清静法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那这个在禅定的境界里面呢 是非常维系 我们一定要记得 如果空不是空去烦恼 而是让我们变成空空如也 那很容易就变成一个枯木禅的境界 所以修行不是修到土木 土石 无心啊 以前有一个蓄脑上 他有一次啊 就请大家吃花生 那吃花生了之后呢 他就问大家呢 是有味道吗 还是没有味道 那如果呢 你回答是 嗯 花生很香 很有味道 哦 那你就是众生 因为你有分别心哦 哦 那你说哦 没有我吃花生呢 也没有味道 那你就是木头了 那你到底是众生 还是木头呢 哦 请问各位 哦 你喝这个茶 是有味道 还是没有味道呢 你吃这个饭 是有味道 还是没有味道呢 你看到这个人 你是喜欢 还是讨厌呢 还是没感觉呢 如果有味道 喜欢就是攀缘心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就一直在攀缘心上面 那是不是就会导致轮回的结果呢 那如果现在要消灭攀缘心 那是不是表示我们就要放空 然后不要想 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佛呢 哦 所以佛陀呢 在这个时候啊 让阿难陷入这个思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很容易落入这个毛病 以为无心就是修行 好 这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内容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回馈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对于今天的经文 有什么问题 或想要分享的 请各位师兄提出来讨论 师父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要请教 就是这段经文里面 阿难说 行诸一切难行法事 皆用死心 那看来阿难对佛陀给他的答案 他就是有一点在挣扎 很不满意 他认为说 他用的就是这个真心 那看来这样子 依阿难回答 那潘元心跟菩提心 似乎不容易去辨别 一般人 那那个想请问师父说 就是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来最简单 有没有生活上很方便 而且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辨评说 目前我这个是潘元心 那何等是我的 所谓的那个菩提心呢 请师父 慈悲开示 感恩 所以今天这一段 阿难他不是只是疑惑 他是非常的害怕 因为他以前 一直就是只有认为 这个潘元心是真心 所以他现在是 把潘元心跟真心 把它当成是同一个 现在佛陀否定了 他所认为的真心 那事实上 其实是佛陀否定的是潘元心 就像我们讲这个空 我们是要空掉烦恼 而不是空掉知觉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空掉的是烦恼 还是空掉知觉呢 现在阿难是混在一起 所以他说如果空掉了烦恼 空掉了我的这个潘元心 他就讲离此觉知嘛 所以其实他就是把觉知 当成是潘元心 那他就觉得 这样我就落空就变成没有东西可以使用 他没有那个心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因为其实后面 佛陀还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让我们知道你要怎么去分析 现在自己到底我现在的欢喜心是真的还是忘心 其实像现在我们很精进用功啊 我要发愿一千日 那一千日到底可不可以走到底呢 那可能呢 这个一千日是一个缘起嘛 缘起的时候呢 我们刚好呢 在这一千日当中很精进很用功 但是如果呢 他是潘元心的话 那一千日结束 我们是不是就也结束了我们的开悟呢 那如果是有开悟的开始 有开悟的结束 那表示这个开悟是生灭是假的 所以同样的我们的心呢 要怎么分别呢 后面啊 佛陀就会说 如果是真的 他就不会变 如果不是真的 他就会变 变的话呢 怎样叫变 就是他会无常 我们今天呢 说我很爱你 当我们在陷入爱情的时候呢 我们会觉得 哇 现在就是一生一世 那有这个一生一世 这件事情还不是真爱呀 因为你这一生一世的爱 有没有改变呢 第一天认识你 第二天认识你 到了七年 到了十年 到了三十年 你的爱如果还是没有变 甚至于我到生生世世 不管你是贫穷 还是富贵 我都是保持一样的状态 那么这件事情就是真的 可是我们呢 是有条件的啊 如果我今天呢 是因为你是美貌的 所以我爱你 那有一天呢 我的容颜已经凋零了 那我是不是就不再爱你的呢 或者是看到一个更美的 我是不是就移情别恋了呢 同样的我今天来用功啊 是因为 哦 这个楞严经听起来很有趣 所以呢 我就是喜欢来听 听了到最后呢 哎呀 我已经听了一百遍了 开始觉得很厌烦 那表示呢 你刚开始的这个欢喜心啊 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刺激 好 那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啊 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是会有厌倦 那如果有厌倦呢 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就是假的 就一时兴起 那慢慢的啊 这个没有办法失去新鲜感 也没有办法继续维持 恒长的心 那这个就是一种假的心 那我们有时候呢 就会搞不清楚 但是在这个楞严经里面 佛陀就教我们一个观察的方法 那你先不要急着判断 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先观察 观察什么 观察你自己这个心啊 你就很开心的时候 要先不要得意忘形 你先观察 嗯 我这个开心 是攀缘还是不攀缘呢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那如果同样的 我在起烦恼心的时候 我要生气 你先不要急着做决定 你先观察一下 会不会是一时昏头呢 如果呢我们没有分辨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就会混淆在一起 就会像阿难这样 落入了一种极端 什么极端 要么就是我很认真 哦 因为这个心很棒 我要修它 要么呢 佛陀现在如果答案说 对啊 我本来就是木头 本来就是石头 你就会怎样 你就会关闭你的用功的心 因为如果努力都是假的 那我干嘛努力呢 所以有很多人啊 修行修到最后就变很消极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 他真的误以为啊 放下 就是这个什么都不要想 这样就会成就 就是清静 其实不是 所以这一段呢 非常的重要 就是刚才英童也问到啊 我平常要怎么样来注意呢 那接下来就要认真的听 我们明天的这一段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 明天呢 有一点难度 但是呢 一开始啊 其实阿难他的疑问呢 其实早就已经有答案了 因为他的思维是没有错的 只是他现在因为还没有认识到真心 所以他以为呢 被否定的这个是全部 那事实上呢 只要我们能够下定决心 叫做大死一番 先不要把这个妄想当成是我 那你就会争相大白 所以答案呢 慢慢慢慢就会浮上台面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 阿难现在很紧张 但是我们不要紧张 我们让阿难紧张就好 那这样慢慢的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在修了 只是我们现在错认 跟阿难一样啊 一直没有办法分得很清楚 那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那快要看到真相了 师父吉祥 阿弥陀佛 我帮娟娟师兄 谢谢 带问一个问题 好文凯 好 解说 那个师父 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对这种妄念 妄想心或攀岳心 还不是很了解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 像我修行以来 因为我修行的时间很短 接触佛法很短 所以我其实我 从过去的大半的年岁 都是面对熟世间的东西 像事业啦 家庭或是其他一些琐碎的事情 就是这些繁城食物 食物啦 所以难免不会 就是会设很多目标 比如说财富要累积多少 家庭要经营到怎么样 事业要经营到怎么样 那人家也通常都讲说 人生有梦 足梦踏实嘛 我只是很好奇 就是说 我还是不太懂 像这些是俗物的目标 算不算是一种妄想 或是算不算是攀岳 那因为我们在追逐这些东西 其实我就觉得 跟修行上好像 有很多方法是不太一样 那修行了以后 我会觉得好像有很多的矛盾 矛盾点在 如果我去积极的去做这些事情的话 那还是说我们还是应该积极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要用一种心态就是不要去执着 不要去 努力 但是我接受它 接受结果 放下它 这样子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有 是一种妄念的一种感觉 最有趣的 最有趣的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以为要修行修得好 就是要放下自己的过去 那现在阿难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 他现在陷入一个 他以为佛陀叫他否定所有他的过去 所以他现在搬出他所有的过去的丰功伟业 你看我做得这么好 这些都是我很努力很努力来的一个人生的经历 包括这一生的经历 跟过去的经历 我们能够来学佛 其实都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善根很深厚 才能够在这一生又继续来修行 可是从佛陀的前面的开示 感觉好像是完全对过去的努力 一个大否定 那这样子我接下来就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如果我要修行 是不是就要放弃所有世间的追求 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 他觉得他现在在事业发展 他现在在这个 甚至于有时候我要勾心斗角 那现在我现在还不适合学佛 我要先勾心斗角完 我要先拼搏完 然后我要先做所有的业做完 我再来修行 我才能放下 这是错误的 但是一般人都会以为这样子 第二种就是 他真的打从心里否定他的过去 他要重生 那要重生呢 就像我们出家 我们就会觉得 哎呀 我再又要去这个世间 要去跟这些熟人讲话 哇 很痛苦 就是我会觉得我要喜欢清静 最好呢 这一些都是攀缘 都不要做 这个无违法最自在 那这些都是有违法 所以就会障碍自己行菩萨道 因为行菩萨道要入世 那我们就很害怕被染污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入世 没有办法调整 那甚至于会恐惧 所以阿难现在是处于这两种的状态 就是否定了世间的所有的作为 难道这就是修行吗 就像很多人呢 他说 哎这个出家人啊 是你成天念佛啊 或者是像你们现在修行 都在诵经啊 诵经就可以保了吗 就可以赚钱吗 那你这样每天在那边用功 那你说 那全部的事情通通都不用做 那念经就可以结束 所有的事情吗 就可以完成吗 事实上呢 这感觉好像是一种迷信 或者是呢 一种极端的思维 要么就是 我就是完全染熟 要么就是呢 完全的离熟 现在呢 其实都很容易落入这种问题 那刚才呢 文凯所问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就是阿难现在的心情 那你说我们真的 以前真的全部都是染污吗 那到底我现在应该怎样来学佛呢 所以佛陀呢 其实他在道场 在这个修行的一个环境里面呢 他会建立一个很好的态度 就是什么 因为呢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在一个很复杂的环境 养好我们的心 所以为什么要创一个空间 让大家先把自己的心找到 因为你先要先放下万元 然后找到你的真心之后呢 你把自己的心能够充电的那个能量啊 来源找到了之后啊 你再回到俗世当中呢 你就会能够拿捏 可是如果呢 你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 让我们自己先把心给平静下来 你找不到自己的心的时候 你会混淆 你会很容易呢 我说我设立了很好的 很有ambition 就是我很有目标 我很有为 我设定很多的很好的计划 可是问题是呢 人生不如意 事实上八九的时候 你的患得患失 会让我们原来的好事变成坏事 如果我们今天很有心的想要经营的话 你要让自己的心先这样立于不败之地 那什么会败呢 就是我们用错心会败 所以佛陀现在只是教我们 先把那个会干扰的 会给放假消息的这一些假的心 先认清楚他是贼 他有可能在我们要成功之前呢 他会捅我们一刀 扯我们后腿 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正确的成功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先不要去被他骗 那我们就会知道该做什么 所有的菩萨的神童妙用 都是因为他用他的真心在发心 所以现在呢 要先否定我们原来的这个过去的习性 因为有一些习性里面呢 是带有盲点的 那我们现在呢 慢慢慢慢的来认识他 我们明天呢 就会非常非常的 如实的去剖析 我们的这个盲点 就是妄想心 那所以这一段呢 其实是阿难他很惊慌啦 那我们没有关系 明天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给搞清楚 那至于刚才文凯所提的 的确我们很容易陷入这种困局 难道我的过去都是错吗 其实没有错哦 只是我们现在先要 把自己的真实的心找到之后呢 你的过去的资粮都是有意义的 这以上呢 简单先回答这个问题 简单先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们再来就过去的 那我们再来就去的